市長 首先我真的要請在座的各位給我們市長的熱烈掌聲 因為他今天凌晨才回來 因為他從紐約趕回來 這真的突顯出來他對於鐵道文化的重視 台北機場的重視 為什麼一定要講這一段呢 我想在座各位包含台北的很多朋友都了解 我們市政府積極在這個地方 我們花了很多的心理包含辦台北鐵道文化節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希望把台北機場打造成 我們台北市政府所推動的一個世界級的一個博物館 所以這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心願 因為其實大家應該都注意到 台北市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一個大型的一個博物館 其實我們的博物館政策大概一二十年 大概就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所以說這個機場變成是一個 未來我們稱為可能是一個大英博物館 或者羅浮宮可能這樣一個等級的博物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我真的很感謝市長的支持 當然也很感謝台鐵的這個支持 那真的是對我來說 像我今天是非常的興奮 那當然另外一個我今天一定要講 我想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會問 就是說那我們辦這樣的活動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想可能各位手邊可能沒有這張傳單 可是我想用這個傳單讓各位了解 因為我們希望更多的藝術家 我們有更多的文化工作者 愛好者 大家一起來參與 然後我們希望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這個機場很漂亮 那過去它是一個可能是一個產業的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修理火車的 可是透過藝術家的手法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美 過去 所以說現在這個未來博物館 當然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藝術家 未來會有很多藝術家 現在我們有一些作品導入到這裡面來 那這邊我想另外一個我還要再強調 這一次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法 那就是說我們去訪問老員工 我們非常重視這個地方的勞動文化 其實你看今天勞動局長到 不是只有衛生局長到 那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法 把這個地方的故事說出來 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法 把這個地方的珍貴 然後把它展現出來 當然更重要 我們希望提供給市民最棒的一個 一個博物館的這樣的一個體驗 那接下來這一個月的時間 我希望媒體朋友幫我們多宣傳 那最後呢我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感謝台鐵這一路來 我們彼此的合作 那我真的要講一切才剛開始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經了解到 今天都市審議 我們已經過了市政府這一個步驟 那未來還有很多路要走 那尤其外界不斷地在質疑 我們在這個博物館上面的一些作為 我想在這裡面有很多媒體朋友 我想跟各位保證 或者是說我們的決心 市政府在市長的支持下面 我們對於這個博物館的決心 作為一個頂級的一個博物館的決心 真的是百分之百 那我們只能用這樣子來報答 就是說台鐵機場或者台鐵路局 跟我們的合作 那我希望用這樣的方法 讓大家看得到 我們市政府台北市為什麼這麼偉大 就是因為我們對文化資產的重視 然後祝福整個活動圓滿成功 也祝福未來在五年後 我們可以看到偉大的一個台北機場博物館 可以在各位面前呈現 謝謝各位 謝謝 大家謝謝 由第一次人主 謝謝 謝謝